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杨栋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何小平 大家好 我叫何少平 是德华体系邓方荣的门徒 是德华牧师体系邓方荣的门徒 我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 我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 我因为小时候 是很想讨好我的父母 我因为在小的时候 很想讨好我的父母 所以我就很努力地去读书 很努力地去做一个乖孩子 所以我很努力地读书 做一个乖孩子 就因为我努力 所以我一直成绩很好 所以因为我很勤劳 所以成绩很好 在中学的时候 我是连续五年都拿到奖学金 在中学的时候 我连续五年都拿奖学金 就是因为我很享受 自己努力的成果 就是因为我很享受 自己努力的成果 于是我就坚持 我每做一件事 我都会去迫劲去做 于是我每做一件事情 就会尽力去做 我虽然是努力 但是我的婚姻是失败的 我虽然很勤劳 但是我婚姻失败 在我结婚四年之后 我的先生就因为婚外情 要离开我们 在我结婚四年之后 我的先生因为婚外情 就离开了我们 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女儿 当时我有两个女儿 一个是两岁半 一个是一岁 一个两岁半 一个一岁 我还发现自己刚刚有新人 我还发现我自己 刚刚有了小朋友 那我很伤心 很彷徨 我很伤心 很彷徨 不知道该怎么办 旁边的人 包括我的先生 和我以前教会的姐妹 都劝我堕胎 我的先生 旁边的人 包括我以前教会的姐妹 都劝我堕胎 因为他们觉得 一个女人 带三个小朋友 也是不容易 因为他们觉得 一个女人 带着三个孩子 不容易 少了一个会好一点 很感谢神 当我求问她的时候 很感谢神 当我求问她的时候 她用她的应许回应我 她说神 在她的圣所里面 作孤儿的父 作寡妇的生冤者 她说她在她的圣所里面 作寡妇的生冤者 于是我立即感觉到 神是应许我 三个孩子 她会做她的父亲 于是我感觉到 神会做我 三个孩子的父亲 于是靠着神 我就有勇气 将小朋友生了下来 于是靠着神 我就有勇气 将小朋友生下来 神真的供应我的需要 神真的供应我的需要 我借着家人的帮助 我借着家人的帮助 我们一起照顾好 三个女儿 感谢神 我们一起照顾三个孩子 感谢神 当小朋友长大的时候 他们读书 当小朋友 他们长大的时候 他们读书 我就用回我以前那一套 我又用回 我又用回我以前的那一套 用到劲 去督促他们 天天去读书 去督促他们 每一天读书 他们的考试 就成为我的考试 他们的考试 就成为我的考试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老师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老师 因为我的工作压力 再加上我抚养孩子的压力 因为我工作的压力 再加上抚养孩子的压力 我不经不觉地竟然有情绪病 我不知不觉就患上了情绪病 在公共场所 特别多人的地方 在公共场所 特别多人的地方 我会突然间觉得呼吸困难 我会突然间觉得呼吸困难 很想闻 很想晕倒 原来我是患了这个恐惧症 原来我是患了恐惧症 还有这个幽闭恐惧症 而且是幽闭恐惧症 于是我就去看精神科医生 于是我就去看精神科医生 感谢神 祂用祂的话语医治我 神提醒我要放手 神提醒我要放手 不要再靠自己 把女儿送入这个名校 不要靠自己将这些孩子 女儿送到名校 要相信前途在神的手里面 要相信前途在神的手里面 我就是因为这样信靠神 我在不用吃药之下 可以病得医治 我就是这样信靠神 在不用吃药的情况下 完全地得医治 感谢神 所以我因为可以放轻松 我的女儿成长 也都比较开心 感谢神 使我可以放轻松 我的女儿成长 也比较轻松 但可惜我以前 回到教会 是非常之宗教的 但很可惜 我以前回的教会 是很宗教的 于是留给我的小朋友 是很多的伤害 于是留给我的孩子 很多的伤害 特别是我的大女儿 她16岁的时候 特别是我的大女儿 她16岁的时候 因为跟一个弟兄谈恋爱 因为跟一个弟兄谈恋爱 于是就被教会赶了出来 于是就被教会赶出去 不可以留下 不可以再留下 我觉得很无奈 没有办法帮到我的女儿 我觉得很无奈 不可以帮助我的女儿 因为这是教会 自己定下来的规矩 因为这是教会 自己定的规矩 自此大女儿就离开了教会 进入世界 在罪里面打滚 感谢神 在四年前 神用奇妙的方法 带了我来611 感谢神 神用很奇妙的方法 在四年前 带领我来611 两年后 又用环境 来叫我的大女儿 和三女 都来611 很感恩 两年后 神用特别的环境 带领我的大女儿 来到611 没多久 她们都受冲 没多久 她们都受写了 在611 我们觉得我们很自由 在611 我们觉得很自由 我们更认识圣灵 我们更认识圣灵 更懂得如何 跟神互动 更知道怎么 跟神互动 以前的压制 和框框 都可以突破 以前的压制 和框框 都可以突破 但我的二女儿 她还留在旧教会 但我的二女儿 还留在旧教会 她的教会是规定 要有权柄 批准 才可以11奉献 她的旧教会 要有批准 就是要有十一奉献 才可以成为会员 才可以申请受证 才可以申请 有资格申请受禁 在这么高要求之下 于是我女儿 现在都还没受证 于是就是在这样的 高要求之下 我的女儿 现在还没有受证 我看到我的儿女 还没可以受证 我觉得非常之彷徨 为她心痛 我看到我的二女儿 还没有受证 我非常的心痛 非常的彷徨 求主帮助我的儿女儿 求主帮助我的二女儿 我在旧教会的时候 我很少听到 权柄公开认罪 我在旧教会的时候 很少听到 权柄公开认罪 但在611 我常常都见到 牧师是带领我们 检视自己的生命 向神认罪 但是在611 我经常见到牧师 带着我们 审视自己的生命 认罪 这个使得我很感动 我开始明白 这个使我很感动 我开始明白 我以前其实有 很多的软弱 我以前有很多的软弱 特别在我婚姻里面 我以为我自己是受害者 特别是在我婚姻里面 我以为我是受害者 其实我有很多 亏欠我的丈夫 其实我有很多 亏欠我的丈夫 也有很多地方 做得不好 也有很多地方 做得不好 于是我在这里 在611 就得到更深的医治 和释放 于是我在611 就得到更多的 医治和释放 我现在在神里面 愿意更多的追求神 现在我在神的里面 愿意更多的追求神 我现在是日间学房的 选修生 我认识到我的神 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我认识到我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是一个有生命的神 是一个有生命的神 就在生命树的教会里面 我感觉到自由 就在生命树的教会里面 我感觉到自由 更多的喜乐 更多的喜乐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因为我每一天 都可以浸泡在神的爱里面 因为我每一天 都可以浸泡在神的爱里面 而我的女儿 她们的学业和工作 都得到神的赐福 而我的女儿 她们在学业和工作里面 都得着神的赐福 神当年对我的应许 神多年对我的应许 要做我女儿的父亲 又做我女儿的父亲 一点都没有落空 一点都没有落空 我感谢神 很感谢神 愿一起荣耀重赞 都归回给我天上的爸爸 愿一切荣耀 都归给我天上的父亲